大家好 这期节目我们来谈一下明镜苏达州的骚乱 骚乱已经持续了两天了 从礼拜四到今天礼拜五 从整个传来的画面可以看到明镜苏达的骚乱是挺严重的 特别是昨晚上 今天早上这个情况趋于平静 昨天骚乱一发生 张太公就看到这则消息了 但是我想把它再观察一下 因为这类事情呢 在美国常年都有 这种事件的背后都比较复杂 所以我想观察一下 看看今天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那么今天我在分析这个事件之前 我先把这个事情呢 给大家简要的叙述一下 跟里面几个关键人物的言论 我们先把它罗列出来 然后我们后面再把它分析一下 首先这个事情的起因呢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了一段十分钟的视频 这个视频是引发这次抗议浪潮的导火索 是一名白人警员用膝盖顶住一个黑人 这个黑人是个保安 他叫弗洛伊德 然后他的那个膝盖呢 顶住这个弗洛伊德的颈部 长达十几分钟 昨天我看到那个报道 大概顶了十五分钟 然后期间呢 这个弗洛伊德呢 多次哀求 我喘不上气 我喘不上气 向警察哀求 不要这样再顶着他 然后呢 这个警察一直没有放 就这样一直顶着他 直至丧失了意识 这个弗洛伊德被送到医院以后 然后不久就不治身亡 这个事情完了以后 四名警员立刻被解雇 到今天为止 他们还没有起诉被逮捕 这是第一个啊 他的起因就是四名白人警察执法的过程中 一名黑人青年 被他用膝盖顶着 这个黑人青年死了 这是这个事情的导火索 然后明尼苏拉州的州长 叫蒂姆奥尔茨 他礼拜四也发布了行政令 宣布在明尼亚波利兹 及周边地区实施紧急状态 并向国民警卫队发出动员令 这是他州长礼拜四的一些举动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这个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一传播以后 首先是非洲裔的人不愿意 然后还有很多各族裔的人 都参加在这个活动里头 就上街游行 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骚乱 打砸抢 纵火等等 一些活动就开始升级了 所以他的这个州长呢 就宣布这个区域进入紧急状态 并向国民警卫队发出了动员令 我们接着再看川普是怎么表态的啊 川普在周四在白宫 这是他第一次针对这个事情 他的讲话是 这是一起非常糟糕的事件 然后川普还批评 米尼波利兹的市长 施政无能 周四的时候 他又在推文里头说 要么无能的极左市长费雷 采取行动控制局面 要么我就会派国民警卫队 把事情做好 这个是川普第一次发话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骚乱又是愈演愈烈 多家商场 多家店铺 就被纵火粉烧 然后出现了很多抢劫事件 等于说 这个局面就失控了 这里面呢 明尼苏达州的一些官员 对这个群众的表现呢 就非常失望 就等于说是很气愤吧 明尼苏达州的地方检察官 他就说 我请求民众保持镇定 以便我们能够顺利的开展调查 明尼亚波利兹和圣保罗街上的情景 让我们非常心痛 联邦调查局派驻当地的代表 罗德斯哈根也对民众极端失望 愤怒以及悲痛 最后川普又发了一个推 他这样写道 这些暴徒正让弗洛伊德丢脸 我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我刚刚与州长华兹通话 告诉他军方随时待命支援 如遇到任何困难 我们就会控制局面 而当抢劫开始 枪声也将响起 这是川普发的最后一个推文 这个话也是非常强硬的 然后到今天早上 基本上局势就平稳了 就是这个事件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前面呢 我是介绍了一下 明尼苏达州这个骚乱的起因 跟几个主要人物的讲话 跟目前的态势吧 目前基本上距离平稳 那么在评论这件事情 之前呢我想给大家先讲一个老故事 就是1992年发生在洛杉矶的这个骚乱 当然那个骚乱也比较大啊 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查那个洛杉矶风云 我就把前面这一段给大家简单叙述一下 这个故事呢也比较宽大 因为它最后引起了洛杉矶的骚乱 而且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事情 就是韩国人跟这些非洲裔的人 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这个你们有兴趣上网查有很详细的故事介绍 那么我只是想说引起这个事件的起因 这个事件的起因呢 它也是由于一段视频引起的 这段视频呢 是一个68秒的视频 就是有四名白人警察 用警棍殴打一个非洲裔的青年 罗德尼金 然后把这人打得鼻青脸肿 就是这个视频在这个电视上广泛播了以后 引起了这个骚乱 实际最后这个事情澄清了以后 是啥情况呢 就是罗德尼金这个人呢 本来就是个不良青年 事发当天 他跟另外两个朋友 在酒吧喝完酒 他喝高了 然后他开着车 跟他另外两个朋友 在路上走的时候 又高速飙车 被一个女警官给发现了 女警官就开车一直跟着他 然后把他跟到一个死胡同里以后 女警官把他逼下车 然后他下来一看是个女警官 他就辱骂这个女警官 然后做一些威胁的动作 这个都没有事 在这个时候呢 由于女警官呼叫了同事支援 他就赶来了四个同事 一个警长带着三个警员 过来以后就接替了这个女警的任务 然后在这个执法的过程中呢 这个罗德尼金呢 身高体壮 然后把这几个警察打得满地跑 你知道吧 然后没办法了 这四个警察拿出警棍 开始进行反击 在这个过程中啊 这个警官还说 不要打头 不要打头 就是这样子 一共给这个罗德尼金呢 打了56警棍 挥动这个警棍 56警棍 有21次没有打中 最后把这个罗德尼金给制服了 但是这个过程中呢 在这个事发的对面一个楼上呢 有一个叫乔治好莱迪的人 他用摄像机呢 就录了81秒 就把这个场景就录了一下 录完以后呢 这个家伙也不是好鸟 他觉得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 然后他把这个视频啊 前面掐掉了3秒 后面掐掉了10秒 剩下的68秒 他分别卖给了CNN ABC NBC CBS 他等于说这个家伙 在这中间坐了个怪 把前面罗德尼金 扑打警察的那3秒 给去掉了 把后面10秒 罗德尼金求饶了那个啊 警察停手的那个10秒 也把他给掐掉了 他专门把殴打的那68秒 寄给了电视台 这个播出来以后 在全美国引起了轰动 全美国各地非洲裔的人 都起来举行了游行 洛杉矶是最凶的 这个就引起了 当时的这个暴乱 实际暴乱起来以后呢 CNN发现了这个录像带 可能是剪辑过的 把它给找全了 把那81秒找全了 把完整的这个画面 又拨出来了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不行了 同时这个过程中呢 还有很多别有用心的媒体啊 小媒体在这里头推波助澜 所以才造成了 洛杉矶那个暴乱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是当年的事情 为什么我说这个事呢 我昨天就不想去评了 我想今天看到一个更完整的报道呢 实际到现在也没有 只是传了有这个画面 就是警察顶着这小伙 但是这之前 警察跟小伙之间发生了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这小伙去到医院以后 又是什么事情 也不知道 现在有人传这个小伙 可能有心脏病之内的 但是这个我们不做摘测啊 这个情况呢 都不好说 我们在美国 还是要相信最后 法院的判决 就是检方跟法院 最后做出了那个判决 我们应该相信 因为他的司法是独立的 现在所有媒体上公布的一些东西 我们大家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意见来看 我觉得呢 这一点呢 江泰公的观众 应该给我持一个相同的态度 要不然的话 你可能进入误区 因为美国这个媒体是开放的 他没有像中共那样的统一的声音 他各个媒体都能发表各自的见解 就跟江泰公一样 我能发表我的见解 我的见解不一定是正确的 但是我可以发表 昨天呢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 我就觉得这个呢 也与美国现在这种啊 意识形态割裂也有关系 现在美国这个党争啊 非常厉害 民主党跟共和党 现在是斗得不亦乐祸 现在这个美国这个极左啊 弄得让人确实很头疼 你现在看两党这个竞选 就是对川普的这种攻击啊 那可以说到了一个无底线 甚至是捕风捉影 咋说呢 你看佩洛西上次弹劾川普那个东西 那就是让明白人说 那都是没有希望的嘛 但是他们就要这样去做 就是没有根据的事情 也要这样去做 这个也能看来 民主党在这个几年来 失明心失的太多了 党内呢也没有人能力挽狂拦 所以他现在急了 就是应用一切办法来诋毁共和党 虽然江泰公生活在加州啊 是一个民主党 但是我对这个民主党的一些极左的人啊 我也是看不惯的 我觉得他们那种想法太极端了 当然加州呢是比较温和的 因为什么 加州他自己的经济体量比较大 他对联邦的依赖性也不大 他自己也很牛 弄得不高兴了 还说我加州要独立的 所以加州的情况还能好一些吧 咱们就从这次防疫你来看啊 人家加州这边很少给州上开口 最典型的是纽约州那个库末 你看一看 一天给川普诉苦 一天说我们这都活不成了 你要给三万个呼吸机 你要派医疗船来 我们还缺这个缺那个 还要多少钱 最后呢川普都答应了 他需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他根本不需要吧 包括现在美国说陆续复工这个 现在为什么复工阻力这么大 就是民主党的一些人 不让复工 他现在是为了把川普拉下巴 哪怕把经济搞垮 就成了这样子 真是做的有点过分 前几天美国一些调研机构 有关疫情这个事 做了一个调研 他出了一个报告 张台工没有做那个节目 那个报告里头显示就是 民主党控制区域 死亡率比共和党要高三倍 他这个不是说这个州啊 因为美国这个州底下 还有很多县 很多市 比方说洛杉矶的话 整个洛杉矶底下 好像都有一百多个县 就是他这个县非常多 就是以县为统计的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基层的统计 这就是死亡率 民主党的县 比共和党的县 死亡率要高三倍 这个你能看到一种什么情况呢 最起码可以说 他们的执政力不行吗 我们不说他是故意的啊 最起码可以证明 他们的执政能力 比共和党的这些县 是不是要差很多 就是防疫这个方面 所以这个咋说呢 就是有关这个事情 你到这个时候 你不得不往这个 两党之争上面去想 为什么川普去骂 那个明尼亚波利斯的市长呢 对不对 实际啊 这个明尼苏达州 是个摇摆州 它不是坚定的民主党州 也不是坚定的国家党州 它是摇摇摆摆的 但是近十年 它一直是民主党控制的 所以这个里面 它现在的州长 跟这个市场 都是民主党人 所以你就要考虑这个事情 是不是这个民主党 在平定这个骚乱的过程中 它有一点消极代工呢 或者是不积极的作为呢 这个事情最初 是不是就不可控呢 是不是达到了 一定要动用 国民警卫队的这个程度呢 是不是一定要达到 全国轰动 总统来调兵调教呢 这个都需要我们去思考的 为什么川普去骂他 为什么川普说 你弄不住 我就派军队过去 对不对 而且川普最后讲了很强硬的话 抢劫再开始之时 就是部队开枪之时 川普为什么去讲这样的话 因为好多在美国之外的人啊 可能这个新闻点 关注的不是很多 我们就拿这次防御 还不说别的 你看看 民主党给他使了多少办事 从最早川普要进行 那么民主党就骂川普 说你这不能进行 然后过了一个多月又骂川普 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早点进行 就是在这个党争的过程中啊 也是无下限无底限 当然了 美国的好处就是 你两个党派在那个台上 你去闹吧 底下的百姓啊 在那看戏 他自己会选择的 我觉得这个是跟独裁最不同的 就是老百姓有选择的权利 所以这个事情的背后是啥啊 现在也看不出来 作为我来说 我为啥觉得第一天 出来以后呢 我没有去报道 我觉得当地警方处理的就可以 这个事情一出现以后 首先把这四个警察给开除了 这个就是比较厉害的 这就是让这四个人 变成了普通的嫌疑犯 并利于司法去处理 以前很多这些案件出来以后 警察部门只是把这些警员停职 那么这些人依然在警察机构的保护之下 但是这次等于说 直接把你开除除警察队伍 你就成了一个普通的人 你接受公平的司法审判 所以呢 我觉得这次的暴动呢 有点没有理由 不是说政府没有积极的处理这个事情 而是这个事情正在处理的过程中 还没有进展呢 这边的暴乱就开始了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蹊跷的 当然了现在还有很多人拿这个跟香港的事情来比较 说是你看看 我们中共对香港多客气 如果香港的事情发生在美国 那美国早把那镇压了 这能一样吗 你不想一想 香港人民诉求的是什么东西 香港人民是向你政府主张他的权利 是政府不给 对不对 那么美国的这个是啥 是政府正在给别人权利 正在实施这个权利 然后底下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趁火打劫 产生了这个骚乱 能一样吗 而且就是这个州长也说了 你合理的游行 都是可以进行的 就等于说你这个游行 给政府的相关部门施压 这个是允许的 但是你趁火打劫 这个是不允许的 到哪都是不允许的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香港跟美国这个事 他就不在一个对比等级 是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每次这类事情啊 像胡锡进他们这样的人 就趁机来饶乱视听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就评论到这 这个事情最后的真相是啥 我们现在都不好判断 因为姜太公也不是目击者 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 完整的一个视频 也许这个事情 就跟这个当年的洛杉矶 那个案件一样 本来有81秒的视频 他只公布了68秒 这个你咋说呢 但是不管怎么跌 我觉得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当地的有关部门 正在急急处理 但是这个骚乱没有压住 我觉得与当地的官员 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我还赞同川普讲的那个话 因为并不是说 警察没有处理这个事 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中 你当地的官员 应该是没有做好 安护百姓的工作 这个是他政府的一个失职 才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这个是姜太公的一家之言啊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